巨大火球是锁定离勇王最近的防御建筑 也就是勇王的当前目标 如果是非防御建筑 火球是不会跟随勇王的目标的 巨大火球不会锁定被隐形塔或隐形法术覆盖下的防御建筑 但会被范围伤害波及到 巨大火球不会锁定被慢生法术覆盖下的防御建筑 且不会被范围伤害波及到 画面中也可以看到 火球伤害到隐形塔或周围建筑时 隐形塔会触发效果 巨大火球不会受到狂暴法术 狂暴宝石的伤害加成 巨大火球能对援兵 骷髅陷阱 英雄等可移动单位造成伤害 但不能对隐形于地下的电塔造成伤害 考虑到巨大火球同地震法术一样 都是大范围高伤害的作用 下列数据表显示的是 从11本至16本 该大本音等级下 火球的最高伤害是否能秒各个单位的参照图 或者在地震法术的帮忙下 是否能秒各个单位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大本音等级参照下 不难发现 11本时期 火球不能秒的有大本音 天鹰火炮 蛮王 黑油罐 其他的都能秒 而且对于大部分单位的溢出伤害很高 但大本音等级越高 能秒的单位就越少 很多核心防御都需要借助地震法术后才能秒 从伤害和生命值的角度分析 巨大火球等级越高 收益反而更低 不过别忘了 低本的建筑数量相对较少 加上火球的范围随着等级成长 以及高本中的法术塔的关系 实际的收益 高本或许会更好一些 从上述分析中 可以直接得出两个结论 一 巨大火球非常吃等级 不然很多单位将无法顺秒 这个情况 大本音等级越高 越明显 考虑到史诗级品质 当下版本矿式获取数量较少 升级困难 二 巨大火球适配度较低 需要有对应的阵型 或者复杂的前系 为火球提供良好的伤害范围 那么哪些情况下 或许能用巨大火球呢 一 碰到鱼塘镇时 就是外围全是城墙 里面全是建筑的那种 当然 高本中的中置本 中圈位置也全是核心防御建筑 或许会有奇效 二 献祭勇王的玩法 在金身飞艇的同时 火球可以代替原先的气球龙骑 清理掉勇王前方的建筑 但因为狂暴宝石和治疗卷轴过于强大 目前的梭哈玩法 一般不会献祭勇王 所以巨大火球这个装备 个人暂定为当下不是必须升级的装备 小号或者你是倾向娱乐性的 可以用来玩一下 小号